在马来西亚巴珠巴小永平的南方花园 一连两天的水灾清扫 汇集了超过500位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志工一起付出 灾区协调人员除了安排清扫动线 四季志工也和永平佛教团体合力准备舒适料理 让灾民和前来清扫的志工可以享用 也为环保护生尽一份力 当灾民和志工正忙着清扫家园时 还有另一组志工在准备热食 今天早餐是300 然后午餐是600 今天是250早餐 然后午餐是500 多一点实际组他们来 他们家少物质 少地 别多一点 就是这两天你们来 我们做一点宝点心 没有做出小小的情意 因为大家都很愿意互出 我们也很开心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盒盒热腾腾的蔬食便当 节省了灾民烹煮的时间 还能和家人朋友分享蔬食 现在我回家去收拾了 我就在放放下午 我可以不用去煮 然后我还是有鼓励人家 好像你们开始没有办法吃咯 你就一个礼拜就剪了两天 等到你要适应了 就再剪一天 说实在来我们喜欢越多人吃越好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只菜倡导 就是让年轻化 地球要好 就是靠大家一起努力 就像我们吃一餐素 我们就可以减缓斑棵树 多吃一餐素食 为减缓地球暖化共同努力 我们吃了素食 我们减少吃一些肉类 也可以为地球出一份力 帮助减少宅情的东西 现在天灾频传 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多素食 然后净化人心 然后环保一定要做 随着大水退去 许多灾区还在等待清理 一盒和蔬食便当 让灾民得到了温饱 也一起守护地球母亲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巴朱巴侠永平报导